而在上个星期六发生理事6.3强震的阿富汗西北部 星期三再次发生了理事6.3强震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灾情报告 而早前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超过2400人死亡 9000多人受伤 至少三分之二的死伤者都是妇孺和小孩 目前还有不少人是依然受困在瓦砾堆当中 而且天气持续变冷 严重拖慢了救援工作 这次发生了 阿富汗还有两个月就要进入冬天了 强烈地震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也让他们是一无所有面临生存的危机 镇央赫拉特省许多灾民被迫流落街头 衣着单薄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求存 另外来自五个省县的阿富汗红星乐会 已经陆续的运送物资进入灾区 并且搭建帐篷让灾民暂时避难